我们看到许多老人和妇女都非常喜爱和能熟练使用这支经络笔 经过他们对自己身体不适的检测和理疗实践 均感叹神奇经络理疗笔对肩周炎 颈椎痛 腰腿痛有辅助治疗效果 我原来是行指头不必动 通过电脑以后十多天以后 我现在从活痛 这个家族的米饰是米 Baron 米饰是ет心谁快认 我就是吃了二十多天 以威武生 我来 Vergleich here yesterdayhalif 是美去 five 非常利害 受害 从昨天开始啊 这个商务业 我就搞这个严谨 严谨是站住些呀 这个施足风啊 雨滴啊 再就是精明些呀 再就是沉溺些呀 再特别我就是内小管不通 就是搞这个地方 我看见我对这个的 有一定的效果 这个这个手啊 这个手 这个手这里痛啊 这里痛啊 已经痛了呢 这样缩头 这样拿个缩 缩头都缩不到的 要不做手来缩头的 后来用这个这个皮 这样咬咬咬的 这个手就拿得起来了呢 现在就可以拿起来缩头了 现在就做了 那么这支神奇的经络笔 应该怎样使用 和具有哪些特点呢 一 能轻松准确找到人体穴位 经络笔的探头 在人体皮肤上滑动 遇到经络强烈振动时 就说明找到了穴位 二 具有理疗功能 人体经络在电子脉冲刺激下 会有振动反应 如这个穴位对应的人体器官 呈病理状态时 感觉会更强烈 三 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 俗话说 打通关节一身轻 人的关节部位 是痰 湿 淤 最容易沉积骨色的地方 哪里堵色 哪里就痛 你只要用经络笔再痛的穴位上 每天点按十分钟 就能有效清除这些骨色 达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四 具有体积小便于鞋带的特点 无论您是在家 在办公室 还是外出旅行 都可以鞋带上它 随时帮您处理身体上的疼痛和不是 成为你真正的随身医生 好 下面教您怎样正确使用经络笔的方法 一 首先打开电池袋 将三幅的电池一截装入电舌盒内 然后拧紧后盖 二 这支经络笔上共有三个探头 珠衣形小探头 适用于寻找骨缝里比较深的穴位 圆珠型探头 为人体常用穴位探测头 圆盘型探头 则主要用于疏通面部堵塞的经络穴位 尤其对去除女性面部皱纹 色斑以及眼带等 均有较好的效果 三 使用时先用手握经络笔的尾端 开启开关键 显示屏显示零 然后将经络笔的探头 轻轻接触在人体皮肤上 慢慢滑动 找到穴位时 就会震动感觉强烈 有些穴位表面虽看不到震动 但只要有强烈的触电感 也是着准穴位 没有这两种感受 就是没有着准穴位 使用者可根据自己所承受的力度 调节理疗强度 皮肤干燥者 还可以配合褶蜜 或精油一起使用 效果更好 四 对于使用经络笔的人来说 最好学点基本经络知识 使用时会驾轻就熟 对没有经络知识的人 也没有关系 刚开始使用时 可以先对照 手枕骨 从手上开始 因为人体所有的秘密 都在身上 把手上的经络疏通了 就基本上 把人体的许多问题 都处理到了 为什么呢 中国中医讲的颈穴 都在人的十个手指和脚指上 它们是人体经络的总开关 中国成语里的食指连心的道理 就是这样 好 现在呢 如果我们开始 手上做一个很漂亮 手上 后来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的 基本上的右手 这个